这东西放到20年前 2003年 都不用说你是高精设计师 就说你是北福大一的学生作品 老师都不会给你及格的 今天不说废话直接进入重点 陈采妮借给关晓彤这件礼服 有几个点分享聊一聊 首先必须要声明的一点是 今天完全不评价关晓彤本人讲的 好不好看 很多人说今天好看 应该有很大个都是粉丝 然后关晓彤被网友常年拉出的公开出行 其实有很多粉丝认为 这件明明很好看啊 是不是你们一直都习惯了 关晓彤穿不好这个惯性 所以他会习惯性地认为 他这件也不好看呢 但今天要讲的完全是两件事 所以关于关晓彤 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从设计师的角度 这条裙子 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上层的设计 先说优点 优点当然有 他能很好地衬托出腰臀笔 但目前全网看到的 只有这两张前摆已经抹平的精修图 而精修图非常值得怀疑 因为没有任何被精修制的视频素材流出 所以具体怎么样不好说 那接下来说一说缺点 还是我前面重复过的 今天我们挡上脸 我们不看人 我们只看设计 首先取材有一点老套 青花瓷 2023年了 我们还在炒十几年前的老梗 十几年前的冷饭 青花瓷 为什么一提到中国风 中国元素 就会局限到青花瓷上呢 这个选材的范围太理所当然 太局限了 有评论说这个灵感来自于一个花瓶 几乎是一比一 能想到把花瓶做成衣服 这怎么不是创作呢 说这话人的外行程度 我是想轻轻挖在头 儿啊 别担心 其实你是智障 你也是妈的智障 把青花瓷做成礼服 这么多年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 不但做过 而且烂大街了 随便一搜成百上千 而且并没有做出新意 接下来设计思路拉框 对于一个花瓶 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这里没有进行再创作 或者是艺术升华 然后重点来了 正面裙摆下 有很多细节 用了很多亭台楼阁 但这么多亭台楼阁 有一种很强的堆砌感 感觉是随便在素材网上 找了一些免费的适量图 然后一键粘贴 而且这些亭子的排列组合 也没有中国画特有的留白和意境 虽然不断的强调 这个刺绣有多么难 针法使用了多少种 甚至丝线的种类有多繁复 但是架不住底子 也就是这几个亭子 它没有心意 无论是大小样式 摆放位置 怎么会做成这样呢 整体的选材 利益 摆放方式 刺绣工艺 都有一种 你明明是中国人 但你却做出了 外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 而且这个平台 有一点像简笔画 但凡再认真搜索一下 接下来再说一说 反复强调的 这一次成本占比最高的苏绣 原素材介绍说是航秀 苏绣航秀都中国六大名秀 所以我说苏绣 也没影响我的观点 和后期的理解 苏绣作为国风飞仪 我非常喜欢 而且苏绣非常好看 但是在这件上 还不太行 图案我已经说过了 非常的机械 非常的死板 过来大家去搜 苏绣大师姚建平的作品 你可以发现 除了传统题材 大师也是与时俱进的 除了花鸟鱼虫 这些常规的国风主题 国风元素 甚至还有英国女王肖像 蒙娜丽莎像 而且技术革新的非常快 甚至还有超级特写的动物肖像 可以说为了适应时代主题 技术革新的非常快 那如果说女王像 蒙娜丽莎像 这个超写实的动物肖像 还都只是更专注于 1比1还原的话 那在艺术创作上 这幅作品 丝绸之路 吸出长安 可以说用配色来体现 漫天黄沙 和马蹄飞剑 火光烈烈的气势 而另外一幅和露焦玉语 除了荷花上的露珠 整幅作品上 似乎还有一种 若有似无的水气 可以说老师做到了 纯手工的柔光滤镜 并不是说中国风 或者是中国传统技艺 就一定是过时的 这有非常精彩的作品 而且这些都比裙子上 像盖章一样的 挺的又好看 然后呢 有几处提到 是水流的效果 先去用手绘 那就用不同的丝线去绣 可以 但是效果没有出来 而且离远看 脸像蹭脏那几块 洗不掉了 所以即使你想用 我们是在传承国风飞夷 来道德绑架我 不好意思 它既没用对东西 也没用对地方 然后以我极其浅薄的苏绣知识 我大概找了一下 我觉得苏绣目前 对于材料的使用 是有切只有限 对吧 所以在这条裙子上 无论再怎么进行表面叠加 它依然有一种 扁平化 平面化的感觉 材料的单一 我认为它既是优点 但它也有局限性 优点是可以通过每一帧 像Photoshop的原理一样 通过每一颗像素的堆积 来达到一个颜色 极其自然的过渡 而局限性是 当它和不同的刺绣方法 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 只有丝线 它看起来就是要比 珠管 亮片 水钻 羽毛 这种不同元素堆起来之后 相对单一 尤其是在走动的服装上 当有光线来的时候 不同的材质进行不同的反射 会有更丰富的视觉效果 然后提一个 你行你上的小小视概意见 国风画卷都是卷轴式的 都是散点透视 它并不那么强的3D立体 但既然我们有亭台楼阁 自然就会有假山流水 烟雾层云 所以如果能把层云和流水 绣在另外一层透明的纱上面 在行走间前后两层面料 不断的摆动交叠 会不会让这种水波流动 烟雾雕的效果 更真实梦境呢 或者再往前推 扇鸾 停牌 流水 我们放在三层面料上 就像很多人都看到那种手工一品 低胶紧礼一样 每低一层低胶 重新画一层鲤鱼 在小小的一个碗里 它的立体程度非常接近真实 所以都是国风元素 能不能玩出一点心意来 所以这件清花词 无论再怎么营销 无论是取材 思路 技法 创意 都非常非常一般 因为在设计有硬伤的情况下 花大几千个工时 是一种大可不必的自我感动 然后关于东方元素 中国元素的运用太局限 那就一定要拉出几个例子来横向对比一下 举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 往早了说 2004年有Tom Ford的圣罗兰秋冬成衣 最后这十件龙袍连衣群 可以参考一下 专业的硬化设计师对于图案的整体把控 和配色的准确理解 Chanel 2010年的上海高级手工仿秀 它保留了Chanel品牌风格的前提下 把一些中国元素融会贯通 比如云文 比如盘扣 而且即使是清花词本词 有Dior Valentino Oberto Gamari分别做过了 就算把清花词放在一边 我们横向对比另外一个元素 竹子 参考一下压力品牌阿玛尼的高定线 Armani Breve 2015年的设计 竹子的颜色可以不局限于绿色 除了按绿色光幅展开接近的黄色 它也可以是蓝色黑色 有黎明有夜晚 有竹牌有竹叶 有近有远 而且工艺上也有不同的手法 所以正因为见过好的设计 而且不只见过一次 所以在看这一件竹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这很一般 而且关于外国人对于东方元素 中国元素的理解 而且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搜一下 Garriano的这两季 一季是中国风 一季是蝴蝶夫人 可以看一下一个纯纯的外国人 对于东方美学的理解 是有多么的独特见 不往设计二字 这两季也是十多年前 肯定会有人说 这是大师 那是国际一线品牌 对吧 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 再往近的说 上一期我刚讲过的 帆冰冰的奥斯卡红毯礼服 我也介绍过一位非常年轻的 韩国高精设计师 叫Miss Sohi 可以看一下 它是怎么结合现代工艺 以及传统的韩国服装元素的 这个不是我要比的 是你自己非要往高定上沾边的 陈采尼的原画是高级时装 但无论是反复强调的手工 只给明星穿一次的规矩 还是穿完就风向另一次 以及一说环修的140万价值 都是话里话外 再说自己的设计 就是搞定 再说说什么是高定 高定是从法语 outdoor翻译过来 这个很简单 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你要想玩 想借用这个名号 你就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定 想要自称outdoor 你必须在巴黎工作室 至少聘请15位全职雇员 工作室至少有20位工匠 无论你是板师还是绣工 每年还要发布两季 每季不少又五十件 虽然开放了一些些条件 那除了正式会员 也有客座会员 邀请会员 但无论条件再怎么开放 也都是业内公认的 一线的 对于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作品 进行适当的包装 适当的宣传 这不但是无可厚非 而且是必须的 但是过度营销就不太合适 这里说的就是价格 140万 140万 无论是定价 甚至一种说法是成本价 我们就按定价 销售价好了 140万 你又不接订单 你干脆说1400万好了 香奈儿的高定夹克才30万 然后套裙30万 长裙也很少过百万 只有那种 一看就是重要场合 才吞得出去的 才可能过百 当然那些大范围瓷绣的 相当羽毛的 比如压轴的婚纱 可能上不封顶 300万也有可能 但无论是夹克的30万 连衣裙的不过百万 还是最后结尾 高定婚纱的300万 但这些定价 还都是对应品牌 溢价已经高到离谱的 世界一线品牌 金字塔的塔尖 所以这一件 清花瓷的成本 一顿操作毛肉虎 秀工阿姨工资 3500 陈老师出圈的 对于明星红毯造型的点评 还是非常到位 非常精准的 但是陈老师的设计语 就和这几年的内域一样 属于审美倒退 乏善可乘 所以这件价值 140万的高定 风箱吧 这种东西就 不要再拿上来了 以上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我的小小观点 如果你觉得 哎呦 这博主是谁呀 头发这么长 不男不女的 讲话还这么讨厌 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的观点 转发给你 学设计的朋友 或者是 亲一家的小孩 谁在学设计的 谁在学画画的 你可以参考更多 学设计的 做设计的人的观点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投币 发帅目的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